各位兄弟姐妹 如果我们要做一个检查的表的话 我们将我们一天当中 最第一件事情要做的事情 和最后一件事情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 我们会放所有所有的东西在最前面 天主排在最后 为什么呢 很多时候我们说 你不去教堂吗 你不去炒拜天主吗 不去参加弥撒吗 当我有空的时候 当我顺利的时候 很多时候天主就是在我们有空 有顺利的时候 有多余的时间 我们才想到天主 今天的福音跟今天的主经义 是我们想起几年前 有一对年轻的亲礼 他们来见神父 要请神父给他们祝福婚姻 但是因为有一些事情 他们好像难的是没有领见证 什么的 神父跟他们说 要去参加一个书成的领见证的课程 他们没有时间 为什么呢 他们要赶着去西马工作 后来他们就放弃在教堂结婚 在政府那边注册 就跑去西马工作 为了要争取更好的生活 西马的工资比较高 还是什么的 所以他们看到赚钱 好的生活比教堂 在教堂里面结婚 来得更重要 最近他们又再来见神父 这一次情形完全的不同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男的太过忙着要工作 没有照顾到自己的健康 现在两个肾脏都坏掉了 现在要靠洗肾来生活 完全不能够工作 那年轻的妻子有个孩子 现在要出来工作 在这个疫情的当中 也很难找工作 现在又要照顾孩子 又要照顾丈夫 你看人的计划 我们可以说 某事在人 城市在天 有我们很多的计划 我们在planning 我说 我出来工作 我说五年以后我要做老板 老板以后我要做这个 然后做这个 我们有我们的计划 那谁会想到 我们今年 不然间引来一场疫情 所有的计划给打乱了 所有的将来好像看不清楚了 所以今天这个福音 今天天主的顺言特别提醒我们 我们要先寻求天主 我们要先寻求天主 先寻求天主的智慧 天主的旨意 所以今天的 不要把天主放在最后 要把天主放在最 最首要的生活当中 最首要的部分 所以今天的读经义 一个很漂亮的福音 很漂亮的圣言 因为我们看到一个年轻的君王 就是撒罗蒙王 他就是达卫王的儿子 现在达卫王老了 要去世了 说撒罗蒙 继承他的王位 年轻的君王 撒罗蒙王 继承他父亲的王位以后 首先第一件事情 他去圣殿祈祷 他祈祷祈祷什么呢 向天主祈求智慧 祈求智慧来去管理天主的子民 说这个很忠业天主 天主很喜悦 天主看到这个年轻人 如此的美好 为什么呢 他不要求所有的一切 财富、名利、荣耀 他首先要求的是智慧 你知道兄弟姐妹 圣勇告诉我们 什么是智慧的开始 敬畏上主 就是智慧的开始 因为智慧来自天主 智慧来自天主 所以圣勇圣经常提醒我们 如果我们要拥有天主的智慧 来去活出我们 天主要我们活的生活 我们要先敬畏上主 天主应该排在第一位 要完全依赖他 所以这个就是今天 读经义提醒我们的 我们要常常去寻求天主 寻找天主 向他祈祷 所以今天的福音 耶稣首先说了两 一共说了三个比喻 这是这几个星期来 这是第三个星期 教会给我们宣度 耶稣的比喻 马逗福音第十三章 耶稣的比喻 一共七个比喻 今天是最后三个 然后耶稣在前面两个比喻 说什么 他说天国好像埋在地里的宝藏 天国好像一颗珍贵的珍珠 那个找到宝藏的人 他变卖所有的一切 可以来去买了那个常有宝藏的那块地 是个很冒险的工作 同样的那个找到那颗珍贵的珍珠的人 他也是变卖所有的一切 要去拥有这颗珍珠 再让我们问问我们自己 天主是不是我们的宝藏 天主是不是我们的珍珠 在我们所有的寻求生活里面当中 天主是不是我们第一个所要寻找的 如果我们找到天主 我们就有天主的祝福 天主会给我们一切 甚至给我们智慧 怎么样在这疫情当中 在困难当中来去度过 所以兄弟姐妹 我们的心 天主创造我们的时候 在我们的心灵 已经撒下这个种子 什么种子 就是渴望天主的种子 像奥斯丁 他上说 在他忏悔录说 说什么 他说我的心 不能够得到修习 出回它 寻找到它的创造者 天主 所以我们的心 常常要 我们的渴望 我们渴望天主 所以为什么我们人 还是要寻求天主 先让我们祈求天主帮助我们 兄弟姐妹帮助我们 然后充满一颗敬畏上主的心 来去拥有天主的智慧 但是神父也要提醒一下 因为这个撒罗满王呢 开始的时候 他是很有智慧 因为他敬畏上主 但是后来 他慢慢的长大 他有很多big project要做 然后他又要建皇宫 他又要建圣殿 说他要 要从外国买进很多贵重的材料 又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军队 然后又为了保持政治 什么稳定 娶了很多外国的女人 就开始慢慢慢慢的堕落 因为他财富 世界的财富 给予望等等的 他迷失了 他也失去了天主的智慧 我们祈求天主给我们智慧 但是我们也要常常 祈求天主帮助我们 继续保持这个天主的智慧 因为这个天主给的智慧 可以因为我们对世俗的要求 对世俗的追求而上市的 一样的 我们的圣着也是一样 我们灵洗的时候 不是充满热火 我们要完全为教会服务 但是过来一段时间 也会因为世俗 因为物质的诱惑 我们慢慢会远离天主 远离教会 所以我们常常要 祈求天主给我们 这个保持一个 纯净的心 来去追求天主 来去寻找天主 要不然我们会失去这一切 所以我们祈求天主 在这个弥撒当中 帮助我们 能够拥有一颗 敬畏上主的心 能够获得天主 赐给我们的智慧 来去度天主 要我们 善度的 教有的生活 好